爸可以来一辆吗 还是老板 我会努力一点 不像之前一样 就好像四番形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时间的玩 我是主持人得一 今天我们来到了纽约国际车展 要是你是一个女人 但你不想开那些 boring还是斯文的汽车 你想来点比较酷的车 我今天为你带来了三台SUV 第一台就是Toyota RAV4 第二台就是我身后的Jib Rubicon 那第三台就是Mercedes G63 那他们这三台都有他们的特殊 比如说Toyota RAV4是比较诚实的SUV 那这个Jib Rubicon 就是可以带着你的女性朋友 周末去Wilderness就赛上玩玩玩 Mercedes G63是比较Luxurious的 可是我们都会关注他们的一些点 比如说他们的安全措施 他们的价格和他们的外表 走吧我们去比一比 那我们第一站也就是Jib Rubicon 跟我一起来吧 这一部分展示的是车身的灵活性 特别是当车辆配备了分离式的防轻感 所以我们能够清晰的得到路面的回馈感 在这个部分我们会一直爬升 所有四个车轮将会处于不同的高度和水平点 引擎盖下配备了3.6VC Pandastar发动机 285匹马力和260米的扭矩 他也使用了8速变速箱 我们现在正在爬楼梯 离地高度为10.8英寸 他还使用了四轮驱动系统 车身下面有钢制防滑板 以帮助保护底盘 特别是我们越过延时路面的时候 可以保证良好的操控性 在这我们要通过30度的倾斜度的测斜波 显示Rubicon的稳定性 它配备了加热座椅和加热方向盘 同时还可以链接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爬上一座18英尺高的山丘 它将使用下山控制帮助我们顺利下山 这时它会让车辆自己接管刹车 这些人喜欢它是威童的 有些人喜欢它是女性 有些人喜欢它是女性 如何认为这汽车Rubicon 是适合妇的女性 在看来和看来的妇品 您的全新新汽车的 2018汽车Rubicon 完全改造了 有很多轻软性,帅气功能 有有很好的材料 都很好的技巧 我们也有最终的汽车 最新的驅途,最新的驅途,不过一位就像这样的鲜,不过一位,不过一样,不过一样的软,不过一样,你能做到最新的软件,可以做到最新的软件, 如果他们想要旅行,要去温暖,或在海岸,他们都有软件,所以他们都可以保护架线,保护架,所以你不会把软件的软件, 有些权盒的设置 有些权盒的衣柄 有些侧面权的配件 有些信号的币鞋 有些公司的通知 有些公司的通知 有些产品的产品 有些公司的公司 有些公司,有些公司的公司 有些人可以用到 包装和公司的公司 有些公司的公司 所以有其他公司的公司 跟公司的公司 你可以用它来自作的公司 如果你想一般的更多 我们可以拿到公司的公司 或在街上逃避岸 或在街上逃避岸 或者在街上逃避 好,刚刚说了Jib 我才为你们选的第二辆 就是Toyota RAV4 那其实你们知道SUV代表什么? SUV就是Sport Utility Vehicle 那也是中文叫做运动车 或者越野车 那这款的车呢 你不止可以在城市里使用 你也可以周末想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去沙漠去山上的地方 你也可以使用 还记得在1994年 他们Toyota出了第一款RUV4 那24年以后 这是他们第四代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我们今次进去看看 新型的TNGA方法 供呢这样给产生一长個车车 更座带座 也设置了我们新的TNGA 设置两。5L 胐利2.5L 胃车条 这其实给产生比较多 颗子那匙 加快速 这个我们设置在我们 XSE 高级 那么女士 太軽 you know, they feel loved driving a sedan or a hatchback but for females who want to go in a bigger car do you think RAV4 is a good choice? Why is that? Absolutely,Rav4 actually sits the driver a little bit higher and you know women and men like to sit a little bit higher and see over the traffic and the RAV4 seems to be the right-sized vehicle for a lot of people because it gives you the versatility and the rear storage it gives you large enough rear seats 要放入孩子的席子,如果你有孩子 而且是很容易停泊 所以它是很棒的搭买的 温暴力,富货和温暴力 和游戏在周圍 有趣在周圍 女性,男性和酷度 女性和健康,女性和健康 女性和健康,女性和健康 可以告诉我们更多 和健康和健康的功能吗? 那麼我們會看到三個口味方法 我們一有一個正式裝備的 автомобиль 很硬實 它看起來像一個超級油車 然後我們有一個車還有很多東西 要的豐富 那是這個車離在紅色的 然後我們有一個很穩的感情 我們叫SE和XSE 它提供這套車配合的能力 它是很高的速度, 如果您是一位女士爱着风格, 您看着自己在柠檬山上的游客, 您是会有XSE的。 在安全性上, 它们有很大的责任。 我们是唯一的制裁 最大的安全性, 它们身上的安全性, 它们会有机会的系列。 如果它看到车银在前面, 它会停止了一部车, 它会停止了一部车。 它们也认为駕駛, 在最新年代的车型, 而且人们在车代的车型。 所以我们继续在安全性的技术 每年代, 而且新车银有新的东西 最新世代的车型。 那第三辆呢 也就是我们要为你介绍的最后一辆 也就是Mercedes G63 简直就太漂亮了 想哭 可是说实话啦 就比如说像你买Honda 比如说Toyota 就比较舒服 但如果你买奔驰宝 就比较豪华的感觉 那他们这个是2019年 所以今年还不会发布 明年才会发布 那Compare to他们18年呢 他们Dimension 就他们整辆车就比较跨大了 然后他们也有说 好像比如说他这个条线 他的curve就比较soft and软 不像之前一样 就好像四番形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新的Mercedes-Benz Gigi的主要改进 在于重新定义驾驶操纵体验 不论是越野还是通勤 在新Gigi上 他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 它越野性已经变得更加的优秀 他们配备了全新开发的AMG Ride Control 选驾 还有AMG传用变速器模式 以及视野宽广的驾驶舱 配于全新内饰 Mouser 可以带一辆回家吗 哇 整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哇 来关门 它的声音就是来 AMG 4.0升 V8双窝轮增压发动机 取代了之前的G63中的 5.5升 V8双窝轮增压发动机 新发动机的动力达到585匹马力 最大扭矩为850云米 它可以在4.5秒内 完成0到62mph每小时的直线加速 这种动态性能可以通过AMG驾驶套装 达到最高时速 136mph每小时 或者149mph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后尾箱 就像开个保险柜一样 你们要进来看看 开发人员通过专用的应用程序设法 减少了酒档变速器的换档和响应时间 宽的穿动比不仅实在低发动机 转速时驾驶更安静 更舒服 同时也有助于降低油耗 G级配备的座椅标准配备了众多功能 并且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因此提供了更高的乘坐舒适度 其特点包括驾驶座的G1功能 前后座椅加热以及前部豪华头枕 除了特殊的多房型座椅之外 还包括各种按摩功能 分区气温控制座椅和快速座椅 加热等功能 通常你开车门啊 这样一拉开车门就开了对不对 可是这个不一样哦 你要按这个按摩 叹叹就开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 后座 我觉得就 但是他的后边的空间也没那么大 可是不嫌弃的话还OK 那女性朋友们我们衡量了这三台车以后 你会选择哪一辆呢 可以在底下留个言 要是你喜欢这样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们的平台 来推的 follow我 那现在我先把我的车看回去咯 拜拜